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刘慎来自中国河北 在他记忆中 父母修炼法轮大法以来 按照真善忍的要求 让家庭和睦健康快乐 直到1999年 中共开始为了迫害法轮功 而在全国电视上大肆抹黑宣传 让年幼的刘慎感到无法理解 因为在我住的小区里面 很多人都修炼大法 我一直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所以我对这个群体深有体会 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这是一个绝对善良的群体 绝对不可能像电视上所说的那样 99年7月20日 中共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 抓捕各地学员 对于到北京上访的学员 进行关押和遣返 刘慎的母亲也遭到抓捕 他720一当天练功的时候 他发现已经开始 把各地的义务辅导员已经抓走了 720的后一天 7月21日 他去了北京天安门 后来被抓到了狼房的洗一个洗脑班 刘慎回忆说 自那之后母亲多次上访被抓 五年的时间里都很少相见 后来才知道母亲在看守所内一直遭受虐待 他双手被靠在一个水泥的墙上 就是只能坐着不能躺 这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折磨 连那个抢劫犯都看不下去这么善良的人被这么折磨 他晚上偷偷地用一个钢丝帮我妈和其他同修把一个手铐解开 早上起来再悄悄地关上 这样的我妈才能稍微地溢在墙上休息 2019年刘慎来到美国 回想自己小时候目睹的迫害经历 他表示中共黑白颠倒迫害善良 最恶毒的是还要对民众封锁真相 制造仇恨 大家都是一面倒地接受了电视的宣传 然后你也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下 你明明知道一个事是个好的 你明明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被污蔑的 但是你不能跟别人去说 这个才是一个最痛苦的事 刘慎表示 希望有更多中国民众可以通过他的回忆 了解法轮功真相 制止中共迫害 新唐人记者李子文 洛杉矶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子文